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弟二十多年來寫著著作的結集 《我師固愛在》 副題是《香港的風俗與文化》 這本結集說了我在《明報》和《信報》 當年受編輯的邀請 有時和編輯一起吃飯 有時大家一起去看博物館 或者看古蹟 舊建築 舊區 在大家的傾談刺激下寫來的文章 例如李鄭屋邨古墓如何改革變身 香港文物館的《香港舊事展》 如何說香港的故事 有些因應時代的需要 例如在2000年來臨時 我建議香港應該建立一個 偷渡者的紀念碑 名稱為《自由紀念碑》 雖然知道政府一定不會建立 但這個建議是必須有的 是顯示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國際成邦 其餘一些就是 當年龍應台女士來香港高言闊論 說香港沒有文化 或者香港殖民地壓制民權之類 這些是片面之詞 亦很大膽地在報紙上寫了兩篇文來回應 這些亦是當年香港在97後的文化成事 這本書是紀錄了整體的情況 包括我的文化考察 亦是當時文化爭論的紀錄和一些言談 各位今次介紹的一本文化史書 書名叫《中國古代史導讀》 中國社會科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鄭州大學一群學者 在80年代末期寫的著作 就是1991年 在上海的新華書店發行 這本書講了很多 我們現在爭論的問題 譬如徐唐五代史的研究 近代如何形成 以及今代即北宋時期 現在金國的歷史狀態如何 另外講到元朝的問題 即是元朝是否中國王朝 明代的一些問題 最後他講到清史的問題 清史現在是在台灣那邊有很多爭論 即是說他不是中國王朝 這本書也是代表中國大陸的學者 對於清朝是否中國王朝的爭論